大家好,欢迎来到兰州交通大学七荣基园原理课程在线课堂 上一节课呀,我们分析了速度三角形 为接下来要学习的伦州效率和最佳速比呢 做了铺垫性的知识了解 那还记得我们写的这样的表达诗吗? ETAU我们虽然不知道,对吧? ETAU我们虽然不知道 但是呢,肯定呢,根据我们以往的知识 ETAU是伦州效率嘛,对吧? 它等于伦州公比上一个10 那么当时给同学们留了思考就是 我们回到看一下我们上一节课 速度三角形里边,C2刚才之前给同学们说了 当蒸汽呢,以C2的速度离开这一级的时候 它带有它具备的动能2分之C2的平方 这也是能量,对吧? 而这部分能量呢,没有参与到本级的做工 对于本级来讲呢,它就是损失 所以,我们WU里边呢,就是说影响到它的呢 有前面的Data Hn 可塞,是吧? Data Hn 可塞,还记得吗? 这个表达是等于什么? 1减掉φ平方,对吧? 然后Data Hn 新 因为在喷嘴内拿出来的总的能量是这么多 那么φ呢,是速度的利用 φ平方就是动能的利用 自然呢,这个1减φ平方乘上一个Data Hn 新呢 就是我们损失掉的份额了 那Data Hn 必可塞,动业内的损失,对吧? 哦,等于1减掉φ平方乘上一个Data Hn 新,对吧? 哦,对这个公式呢,不再做多的解释 它们两者,它们两者哦,只对W产生影响 对E0是不产生影响的 但是,当真气以CR的速度离开本级时 具有的动能2分之CR的平方 它则可能会对WU和E0都产生影响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一部分动能,它有可能会被下一级所利用 如果说这是一个单级七轮机 那么,2分之CR平方具有的这个动能的损失 我们叫做予速损失哦 它和Data Hn 可塞,Data Hb 可塞 对于轮舟效率的影响就是完全一样的 但是,现在的七轮机都是多级七轮机 一级一级串联工作 所以,这一级出口的动能 有可能会全部或者部分的被下一级所利用 那么,当有一部分或者全部被下一级所利用的时候 我们来想一下 实际上,严格的来讲 它将对E0产生影响 对不对?它将对E0产生影响了 在这里计算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了 那首先呢,我们还是先来给出概念吧 余速损失和余速利用系数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余速损失? 余速损失就是CR这个动能所代表的损失 对吧?也就是说呀,当蒸汽呢,以速度C2离开这一级的时候 蒸汽所带走的动能不能够被本级所利用 那么,对于本级来讲,这是损失掉的了 我们就把它称为该级的余速损失 该级的余速损失 dataHCR呢,等于R分之CR的平方 这就是余速损失的概念 余速损失的概念 那么,什么是余速的利用系数呢? 什么是余速的利用系数呢? 余速的利用系数啊,就是说 这个2分之2平方的动能的蒸汽 从这级出来之后,它进入到哪里了呢? 进入到下一级了,对吧?进入到下一级了 那么进入到下一级的时候 下一级所具有的这个动能2分之4领培的平方 下一级呢,我们用撇来表示 2分之4领培的平方呢 它可能呢,是全部或者部分的上一级 蒸汽带来的动能了啊 后面我们就看怎么去部分或者全部的利用 那么,余速的利用系数就是这样的 在多级情人机中 前一级的余速损失 常可以部分或者全部的被下一级所利用 那么利用的速度系数啊 余速利用系数μ1 这个参数呢,就是我们要牢牢记住的一个参数 它呢,表示被利用的部分 也就是说 2分之4领培的平方 表示呢,是下一级具有的蒸汽的初始动能 它等于μ1二分之4的平方 等于μ1二分之4的平方 那么这个μ1呢,就是余速的利用系数了 余速损失和余速利用系数 这就是很简单的余速损失和余速利用系数的概念 但是呢,这一块的知识的应用呢 在涉及到具体计算的时候 则是比较容易出错的 好,回到这边来 回到这边来 我们说,当余速的利用 对吧,那么有data hn克赛 data hb克赛 还有个data hc2 对不对,data hc2等于什么呢 等于2分之2的平方 对吧,2分之2的平方 那么,我们到这个表达上来看 相应的应该怎么来减呢 相应的应该怎么来减呢 data u等于w 我们接着写在下边 w的话,我们先不考虑异灵 等会我们再画集的热力过程线来分析异灵它到底是多少 1,0减掉w 那么,伦终效率的话 三项损失,对不对 data hn克赛 减data hb克赛 再减去什么 语速呢,有个利用系数μ1 那么这里要不要乘以μ1呢 这里是不要乘的,对吧 不管,因为我们这么来想 不管下一集如何的利用 是吧 不管下一集如何的利用 对于这一集而言 2分之2的平方 它是完完全全的损失掉的 所以呢,这块呢是直接减掉2分之2的平方 也就是呢,data hc 那么,分母上怎么处理呢 1,0,应该减掉什么呢 有μ1份呢,被下一集所利用了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应该把这μ1份呢 拿出来给到下一集,是吧 实际上呢,对于本集而言呢 它只剩下了一减μ1份,对吧 但是呢,从总的逸琳里边来讲的话呢 我们要把这个μ1份呢 给它减掉,是不是 所以大家这里注意啊 一定要非常的清晰 一定要非常的清晰 逸琳,实际上呢 就说,现在呢 atio呢,在有了这个 余速的利用的时候 就变成了这样的表达式 那么来看 μ1它的曲值是多少呢 μ1它的曲值 是0到1,对吧 哦,那么我们来看两个极限值 0的时候 表示什么呢 语速完全的没有被下一集所利用 是吧 那么就是说呢 阿芬迪塞的平方这个能量呢 是划分在这一集的份额里的 分母上 是不是一0这样的值啊 很清晰,是不是 那如果μ1是1呢 1代表着什么呢 进入离开这一集的真气的动能 全部的被下一集所利用了 那么从能量的 呃,节能这个观点上来讲呢 这个肯定是最有利的一种情况 是吧 μ1等于1的时候呢 哎,把整个的这所有的动能 都从这一集呢 剪掉了 哎,都划分到下一集去了 所以啊 这就是我们对于 效率的一个 初步的一个考虑啊 那么接下来呢 哎,我们来考虑一下 1,0啊 1,0还有呢 这个WU 在热力过程线上 它们到底是一些什么料 好的,我们来继续呢 绘制 寒伤图 哦,现在我们 简单起见哦 不再区分 呃,P0和P0心 P0喷嘴前的压力 P1喷嘴后 冻夜前的压力 P2呢 是 哎,极后 也就是呢 冻夜后的压力 啊,冻夜后的压力 那么这是零 对吧 喷嘴内理想的热力过程是 0到1T 对吧哦 然后我们换一个颜色的笔 喷嘴内实际的热力过程呢 是 0到1 对吧哦 0到1啊 然后呢 冻夜呢 是从1开始来进入的 冻夜后的压力过程呢 是1到什么 1到2T 对吧 实际的热力过程呢 是 1到2 哦,好的 那么大家来想一下 我们说了 RT呢 以后 我们也是 不做区分啊 可以直接 直接认为这两点是一样的啊 都用RT来表示 当然有时候呢 我们也可以呢 用RT撇来表示啊 用RT撇来表示 以后呢 我们都不再做区分 不再做区分 当然之前我们提过 右边的这个RT 比左边的RT呢 所产生的DataHb呢 原则上呢 是略大一点的 对不对 因为 在水蒸气的寒伤图上 水蒸气的寒伤图上 沿着伤增的方向 等牙线是逐渐扩张的啊 但是呢 我们都不做这个 以后都不做区分 那么发生在 冻夜内的呢 是什么呢 是DataHb 对不对啊 DataHb 发生在喷嘴内的呢 是 DataHn 或者DataHn 好的 那么整个一级呢 整个一级的是多少呢 是DataHt 或者DataHtc 那么大家来看一下 理想可用的是多少呀 实际上就是DataHtc 对吧 那么喷嘴损失在哪呢 喷嘴损失 是不是这一块呀 对吧 这一块 这一块就是 DataHncc DataHncc 那么冻夜损失呢 冻夜损失在这一块 对吧 动夜损失在哪呢 冻夜损失是在这 是吧 哦 冻夜损失是在这 提醒大家注意一点 一般情况下 冻夜损失 DataHtc 是比喷嘴损失要略大一点的 为什么呢 因为喷嘴的速度系数 比动夜的速度系数呢 要略高 好在这个图上呢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算的 DataHncc 对吧 对吧 等于Wu 是不是啊 比上一个10 比上一个10 那么实际上呢 Wu就等于10 10是什么呢 就DataHtc 对吧 DataHtc 然后呢 对 要减掉 下一集 利用掉的动夜速 是不是啊 把它要减掉 然后呢 再减掉一个 DataHnc 再减掉DataHbc 再减掉DataHc DataHc 就是二分之 这里写错了 二分之二的平方 二分之二的平方 那么10是多少呢 10呢 就是DataHtc 对吧 DataHtc 减掉 MuE 注意了 在10 这 在10 这两块地方 我们是成了MuE 是被下一集 所利用的 我们减掉 但是呢 在余速这一块的时候 我们是 没有成的 因为不管下一集 怎么利用 对于本集而言 它都是一个 完完全全的损失 好的 那么这就是我们这节课呢 引入的一块新的概念 余速的损失 和余速利用系数 那么余速利用系数呢 我们说它是一个 0到1之间的值 那什么时候取0 什么时候取1 什么时候取一个 确定的数值呢 我们在下节课呢 来看余速的利用情况 这节课的学习 就到这里结束了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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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